我最后把这四个东西重新命名一下 第一个我把它叫做 就是普通的胜利主义 胜利主义 第二个我把它叫躺赢主义吧 你可以看成做这个辅助吧 躺赢主义 躺赢主义 不是这个躺 躺下来躺 生字躺 躺赢主义 第三个的话 就把它叫做完胜主义 完胜主义 第四个的话就是这个 完胜利根主义经济和国际战略上全赢 全都赢 我都要 第四个就是这个对抗 对抗 antigonism 对抗 它一般不会变成一种主义 它不会被疫情在操作 它不会被这个 有主导权的人进行疫情在操作 这四个我们的翻译写一下这个 proto protagonism 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 roganism roganism 还有这个是 anagonism 稍息了一个 诶 regonism regonism 最后一个就是 anag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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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 四个构成了这个 agonism 四个构成了这个 agonism 四种天然的策略 这个是最少的 这个是主体性的 但是这个反而是最本真的 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 它是一切主体性的动力 第一人称的体验动力的来源 它是真实的合影 这个东西甚至可以就是说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dialectical 辩证唯物主义 materialism 辩证唯物主义里面的matter 就是我们可以加个前缀 historical 历史性的 对抗 这个当然就是班级里面的对抗 因为大家都在学习 都就是 最原初的就是在班级里面的对抗 class 班级之间对抗between classes antagonism 这个 agonism的话就是这四种 然后我们就知道就是打666 还有为什么我们那么的多小朋友 喜欢玩moba游戏 玩moba还有玩什么吃鸡啊 这个游戏啊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好 谢谢 那我们来说 我来说 感谢 我觉得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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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